轿车缓缓行驶 开下高架桥 突然遭后方车辆撞了一下 撞上他的黑色轿车 偏到对向车道 银色休旅车煞车不及 一面撞上后 再被绿色箱形车追撞 传货的黑车继续失控 往前甩尾 又波及到了第四辆车 这辆黑色轿车 不明原因失控后 在闸道逆向行驶 来车无处可闪 只能撞上 惊悚车祸意外 造成五车连环撞 情况危急 床货的黑色休旅车 撞上分隔岛后才停下 车头车轮都撞烂 被他一面撞上的休旅车 也很惨 几乎不成车型 警销人员赶到场抢救 车上的孩子虽然没受伤 但也吓得嚎啕大哭 整起车祸意外 发生在26号下午 新北市泰山的新北大道五段 这里是中山高架桥的闸道口 发生了严重事故 脱掉车赶底现场 收拾善后 当时一辆下桥车辆 追撞前车 偏到对象后 来车闪避不及也撞上 一共五辆车失控连环撞 车祸发生的突然 一共有六人受伤 肇事的车主一度受困车内 索性意识还算清楚 没有生命危险 发生五车连环撞的 中山高架桥闸道口 经过两小时的封闭之后 目前已经恢复了双向通行 也还是提醒民众过年期间 虽然双北地区的车流量比较少 但还是要多加留意行车安全 才不会造成遗憾 以上是记者杨氏区陈玉璇 在新北市的采访报道